今天我们来谈一下房屋的保险 先让我们看一下保险分类 通常保险分这么四类 人寿保险 健康医疗保险 财产保险 和责任险 我们对保险都不陌生 都接触过一种或者多种保险 最常见的保险是健康医疗保险 骑车的保险 而我们生活中接触的保险 往往是刚才说的 这四类保险的综合 一种或者多种的综合 比如我们现在讲的房屋的保险 包含了财商的保险 医疗的保险和责任险 很多人对房屋的保险并不熟悉 假如你买了房 并且你买房是通过银行的贷款买的 那么在贷款协议里面就规定了 你必须强制要买房屋的保险 虽然买哪家公司的保险 由你来决定 但是付款买保险的这个过程 则是由贷款银行 Mortgage公司直接来操作 在你每月支付给贷款银行 这个Mortgage的账单里面 有一部分钱叫Escrew 进入了Escrew这个账户 这个钱是银行来托管的 是你的钱 但银行来托管 并代为来支付 它主要用来支付 房屋的保险和地税 为什么银行来做这个事情呢 因为在你贷款买房的时候 贷款没有还清之前 房屋的相当一部分 是属于银行所有 所以银行不希望 这房子发生任何意外 是一款拖欠 它发生自然灾害 造成房屋财产损失 而对银行本身的经营的安全 造成损失 在还清了银行的贷款之后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不用买房屋的保险了 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想说的是 这的确不是一个好的主意 房屋是一大笔财产 即便是对有钱人 这么一大笔财产呢 是非常容易发生各种各样的损坏 比如湿窃 水管爆裂 刮风 暴雨 等等 这些自然灾害 都可能对这个房屋造成相应的损失 我们如果为了省一点保险费 而把这笔财产置于危险之中 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主意 终于屋主 我们很多人在买了保险 房屋的保险之后呢 其实并不了解 这个房屋的保险究竟包含什么样的内容 比如像我 就是这样 从来没有理赔过 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的损失 即便是在数年前的一次 百年一遇的飓风中啊 房屋也毫发未损 所以对房屋 这个保险 它的理赔 它包含的内容啊 并不了解 直到最近 发生了一次悄悄理赔 才开始让我真正关心 房屋保险 它覆盖的范围 大部分的房屋保险啊 它覆盖 房屋的替换成本 移动房 被大火烧掉了 在原地啊 盖上同样的 移动房的成本 就是你 房屋保险的金额 除了房屋的主体的建筑啊 在我们的院子里呢 通常还会有一些 独立的 附属的建筑 比如独立的车库 或者存放工具的小木屋 小凉亭 这样的一些独立的建筑 这些建筑呢 也是在房屋保险 城堡的范围之内 但是他们城堡金额 通常不会超过 主体建筑的10% 除了这些有形的 看得见的 在地面之上的 这些建筑之外呢 房屋的保险 还包含了 个人的财产 你房屋的家具 电器 珠宝 首饰 房屋保险呢 通常都有 最高的配付额 限制 希望大家仔细看一下 如果你有 比较名贵的字画 挂在墙上 一把火烧掉了 那么对不起 这个字画呢 可能价值300万 但非常遗憾的是呢 你不会从 保险公司拿到300万 关于个人的财产 方面的保险呢 不会超过 房屋价值的60%到70 这是一个通常的 一个标准 就是赔付的总额 不会超过 房屋价值的60%到70 所以刚才我们讲到了 房屋保险覆盖的范围 房屋主体 房屋附属的一些建筑 它的置换成本 这是一 第二呢 是你个人财产 个人财产呢 不能超过房屋价值的 60%到70 第三部分呢 是责任险 如果在你房屋里 你的宠物 或者你的人呢 对其他人 其他人的财产 造成了损害 那么房屋保险 也是负责的 第四呢 是如果发生了损害 你的临时安置的成本 比如房子不幸被烧掉了 那么你需要去 找到临时的住所 那么要租一处地方 租房的成本还是很大一笔钱 在了解了房屋保险 它基本覆盖的范围之后 我们还要注意 它有哪些内容 房屋保险是不负责的 比如说洪水的保险 flotting 有一些房子 或者有一片的地区 处在这个地区的 大部分的房子 它们都受到洪水威胁 我们讲叫flotting zone 这个是公开的信息 在买房子的时候 卖家和房屋的中介 都不应该去隐藏 这样的信息 这是违法的 那么洪水侵犯 是需要单独买额外的保险 所以你正常买的房屋保险 它通常不管 因为洪水造成的损害 还有一些损害 比如像地震 以及地质的这种移动 这包括比如山体滑坡 泥石流 地面塌陷 这样的一些地质灾害 造成的损失 它是也不管的 还包括一些动物 造成的损害 比如蚂蚁 比如一些昆虫 老鼠 以及一些鸟类 等等 对房屋造成的损害 还有水管动力 造成的这种损害 这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损害 因为水管动力 在冬天的时候 水管可能会动力 在Basement 这些是房屋保险 它的整个policy 里面的细节 每家公司的规定 可能稍微不同 所以作为屋主 需要抽一点时间 去仔细研究一下 在了解了房屋保险 它的基本的覆盖内容 之后 我们大家 还关心一个问题 就是 房屋保险价格 房主 可能都有一个困扰 就是房屋的保险 它每年都在涨 即便你没有理赔 它每年都在涨 这是一个行业的现状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 当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超出你的心理和经济的承受能力的时候 那么你就需要去决定换一家 换哪一家呢 在决定换房屋保险公司 或者采购房屋保险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了解 这个保险 在你所在的地区 它的平均水平是什么 从这张地图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美国房屋保险 在各个州的 大概的水平 颜色越深 代表 你每年支付的房屋保险的保费 就越高 特别是南方 因为它受到飓风 龙卷风的袭击 所以它们的保费相当高 房屋保险最贵的五个州是 路易斯安娜 佛罗里达 德克萨斯 俄克 拉荷马 和堪萨斯 最便宜的五个州呢 是 俄勒港 尤塔 爱达河 内华达 威斯康星 这里呢 有每一个州啊 它的平均的成本 马赛诸塞呢 平均成本 1488 康州 1479 纽约州 1309 新泽西 1192 加州 108 宾州 931 内华达 755 这州呢 都是 华人啊 相对比较集中的地区 知道价格 再来看一下 有哪些公司可以来选择 这里是2019年 最大的20家 房屋保险公司 这一列呢 是 它的市场的份额 我们看最大的是 一家叫 State Farm 这样的公司 它的市场份额 占18% 其次 Ostate 8.4% USAA 6.6% Liberty Mutra 6.5% 和Farmers 5.7% 这是前五家 选择 哪一家保险公司 最好呢 在这里 我们并不做推荐 有不少的保险公司 它们不仅提供 房屋的保险 还提供汽车的保险 通常 当你在一家公司 买多种保险的时候 会享受到一定的折扣 大家可以考虑 是不是把汽车保险 房屋保险 都集中在一家公司采购 以便获得相应的折扣 所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